我们最近有瑶瑶的新闻 瑶瑶前一阵上我们的节目 就是说她交了一个 小她七岁的韩国男朋友 然后那时候又买房子 然后就是完全呈现一部 粉红光这样很幸福 可是前一阵发现 相处开始有点问题了 因为我们等于是 我们一在一起之后 我们基本上就等于是 同居的一个状态 是住在一起了嘛 是 那住在一起了 然后后面又因为 买了房子之后 发现我们两个人的观念 真的差得还蛮多的 一个想买豪宅 一个想买公寓 这个倒还好 这个倒没有啦 就是说我们两个的一些 金钱观念上面的问题 这个差得还蛮多的 对啊 你们说你跟男朋友 是一起买房吗 对 应该是讲说 因为其实我们从认识 然后到交往 我们都是属于 各自租房子的状态 但是因为毕竟她韩国人 后面也在一起 那就想说那就一起租 那一起租的时候呢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因为后面想说 因为我们也养狗狗了 那想说那就买一个房子嘛 那她也觉得 因为那时候 的确对方也是一个 你知道结婚为前提的 一个状态下 那就觉得说 那与其就是一直把 就是把房租给别人 那还不如自己买 尤其是因为 其实我的经济状况 是可以买房子的 只是因为我就是 不会想那么多嘛 就觉得说 其实租房子也还OK 也轻轻松松的这样 反正后面讨论的结果就是 一起买 那我也觉得说 那既然要一起买的话 那当然男生的部分 我们就等于说 就要一起负责了嘛 那当然毕竟 因为你知道 他毕竟你知道 在台湾他可能 现金没那么多 所以我就请他说 等一下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是在家里用网络的 在家里做网络 所以是 对 就用网络做什么呢 他会自己架设网站 对 就是帮人家做这些网站 他可以自己做网站 他也可以帮人家架设 然后他也可以用一些 你知道网络的一些 排卖东西或什么的 他小你稀碎 他的经济能力有比你好吗 应该讲说 他经济能力其实不差 而且他家的状况也不差 OK 好 那你们就一起合买房子了 对 合买房子了嘛 OK 好啦 那当然我就请他说 那就是帮忙出一点 那时候一开始说好了 投期款 投期 当然是大 比较多还是我出嘛 但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嘛 因为我们是以 共同努力为一个目标嘛 你想让他出一个态度 没错 我觉得就是你知道 虽然我挺有钱的 但是毕竟是一起讨论的嘛 很现实的问题 登记谁的名字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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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当初 那他真是出一个态度了 没有 因为当初我们有讨论说 要一人一半 对 就是等于说名字要一人一半的状态下 但那就觉得说一人一半的状态下 可能是要等我们结婚了以后 再去做这个事情 那才可以一人一半 所以就变成说我投期出的比较多 那就请他出他能出的 那我们也说好 那就后面我们在付房贷的状态下 就是一人一半 但是因为很现实的事情就是 因为我买房子的时候刚好疫情开始了 对 然后因为我男朋友他在台湾 他基本上是以观光签证的状态进来的 那就等于说 因为那时候台湾不就有封 封起来了嘛 就等于说他要是一出去 就不能回来 他就回不来了 但台湾的状况就来了 因为他一直没回去 所以他的信用卡就过期了 因为他之前在台湾的状况 是他会在台湾用他的信用卡 在台湾领台币 因为生活所需还是台币嘛 那后面他的卡片过期了 那他没有办法领现金 那没有现金怎么办呢 那他就可能就开始 一些小额的会想说 那就跟我借这样子 然后其实中间呢 他也有因为工作上面的需要 就是也有跟我借了一笔的资金这样子 我把他一开始丢在我房子里面的钱 等于说也全部都 以借他工作的需求的方式 借给他了 然后甚至还借的比他丢进来的还多 但是因为后面我就发现 就是其实我们中间会有一些 吵架是因为 我会刚刚讲说 就是你也不能就是说 一直可能跟我小额的借款吗 我说那不管怎么样 因为你在韩国的你的账户那些 其实你是可以 虽然没有办法直接提领台币 但其实你是可以 就是请家人帮你换成美金 或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对 但是我男朋友 或者是会到你的账户 对 但因为我男朋友的想法就觉得 因为那个时候韩币大跌 到现在都还是呈现一个很大跌的一个状态 他就觉得说 现在这样换成台币或美金不划算 他身价缩水很多 对 因为真的换过来 他就觉得很不划算 就觉得说 那其实你也不急 因为他知道其实我在外面 借出去的债务还蛮多的 然后因为我也都没有跟其他人吹 我就觉得说 那没关系 你方便的时候 你再还我就好了 所以他也觉得说 你都没有跟别人吹 你干嘛要跟我吹呢 你就也不需要 其实就为了这个事情 就是有一点点争吵 这个态度让你不舒服 对 就是我男朋友他就是一个很 我觉得他是一个 还蛮聪明的人 然后其实到后期有一次 我也是跟他吵架 吵得还蛮凶的 然后他就说 好 那我们要分手 但我们再吵一吵 他就忽然丢了一句话 他想说 没关系 反正你房子的头期 我也拿回来了 他讲了这句话 好贱喔 他很聪明 我男朋友超聪明的 因为他知道 我很不喜欢听这种话 所以他故意讲 我当下我也觉得 OK 好 那没关系 那就当作是 就是房子 那就全部都是 变成我自己的 那就当作是我自己的房子 那我觉得这也OK 那他要这么想 那也没关系 但因为后面 其实吵了这个之后 后面 他又来跟我和好 老实说我们又和好的 一个状态之后 那我就发现 其实我们从 一开始我买房子 然后到现在 他住在这边两年了 其实 不管房子是我的 还是是我们一起的状态下 他老实说 因为韩币大跌的关系 所以其实他从来没有付过 就是帮这个家付过 任何一点的房贷 对 没有付的一个状态下 后面有一次我就跟他讲说 那你可不可以就是说 因为你都从来都没有付 那你不觉得就是 其实我也还 就是这样自己付 我好像也还蛮辛苦的 而且疫情期间收入也减少 对 而且其实因为 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是因为虽然我男朋友 他一直很不愿意的 就是换成台币 但是他在吃喝赏面 就是他的一些态度 的一些行为 是非常非常的 还是偏比较大方 因为他虽然他卡片 没有办法领钱 但是他可以刷卡 他爸有寄卡片给他 就是我们去外面吃东西 因为其实我比较偏 节俭一点点 我可能想说 那吃个路边摊 吃个小吃就好了 但是他是属于那种 可能我们吃完饭了 他就讲说 我想吃冰淇淋 我就说OK好 那我们就去便利商店要买 然后他就要指明 他要高级品牌的冰淇淋 对 就是他可能是要那种 高级品牌的牛奶冰沙 就一杯可能就是要 一百多块 一百四的那种 我会想说 如果是你只是想吃冰淇淋 那我们可以吃 就是便宜一点的 大家就觉得说 为什么 我连这个都不能吃吗 就是他的状态就是让我觉得 他很不缺钱 然后他对钱的观念还是 我想要吃什么 我就吃什么 但是对于 那个价值观上就有一些差别 对 但是我就觉得说 你既然你有这个钱的话 那你为什么不觉得说 那既然你也住在这个家 我们现在不要说 你帮我付房贷好了 我们单纯就已 那你住在这边 那你是不是要付一点 就是帮忙家里付一点 算他房租好了 对啊 但他就觉得 我为什么要付 你是我女朋友耶 这个是你的家耶 男朋友住女朋友家 女朋友还要跟他收钱吗 我就哇 这 但这想法其实也没错 你懂吗 有没错吗 但是可是 我问到的男生 他为什么会觉得 没有 我刚刚有问到的 我讲的这东西 男生就会讲说 可是要是现在女朋友住我家 我也不会叫我女朋友付啊 那是他可以不要叫女朋友付 可是女朋友自己应该要主动付一些 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 我就想说可是 以后才不会唠人口舌 没错 我的想法也是这样子 而且你跟他的关系之间在于 就是爱的时候都不计较 哎呀 都是两个相爱 对不对 可是如果他前面已经有那个计较的话 都说出来了 没错 你开始讲有计较中 那我们就开始动一点小心眼 动一点小算盘 那就有的动了 没错 我就觉得 然后说他六月份的时候 他虽然搬出去了 结果他又想跟你复合 男朋友他后面他可能 他那时候他主要是因为他七月 他确定他会回韩国 所以那一次我们一吵架 他就就没有像以前一样 可能过了两天就来跟我 就是说因为他也没地方住 他一吵架搬出去都去住哪里 我跟你讲这更让人家生气 你知道他这样给我 因为他的朋友很多 就是韩国朋友嘛 可能都在西门町附近 那他就去西门町找地方住 那通常我们想说 那你这样找 你应该也就是找那种 可能那种MB&B 青年旅社 对 他没有 他竟然给我跑去住西门町 你知道 那个KTV 前轨KTV后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得力庄酒店 他给我住那里面 高级的 一个晚上要两千块钱 我就心想 一个晚上两千块 那你竟然都这么大方地住在那边了 那你为什么 跟我计较这些 你算一算一个月要六万 那你为什么不付三万给我就好了 对不对 而且重点是付我家 还不用付到三万 对不对 就是因为他住在我家 基本上我也都很打理他的日常生活 所以我就不懂他为什么 所以他现在已经回韩国去了 回韩国了 那你们目前状态算是 目前的状态我就是算他 我就是觉得就是分手了 就是分手 但因为对方可能还是还蛮希望可以 就是继续可以复合 对 但我就觉得 就先这样摆着了 所以你是一个让爱人念念不忘的女人 应该是好利用的女人吧 没有啊 年轻人你在迷惘吗 听我一句话少奋斗三十年 让老师帮你持点迷惊 从躺平足变成人生胜利主 跟着心向趋吉避凶 让我为你面对面算命 年轻的朋友 想让命迷好好玩的大师帮你算命吗 详情请上 点出官方粉丝团